镜头转回台湾 总统蔡英文负起了败选的责任 辞去了民进党主席之后 将要推派谁作为下一任的党魁 当然是外界瞩目的焦点之一 而根据了解呢 副总统赖清德 因为是有意角逐2024的 如果他接任党主席的话 其实是会有求援监裁判的问题 可能会推举屏东县长潘孟安 而另外英系的苏嘉全 还有轻轻色彩明显的陶渊市长郑文灿 都是可能人选 总统府前想起时就想礼炮 蔡英文赖清德同框 军礼欢迎圣路西亚总理 也期待台湾和圣路西亚 持续强化跨领域的交流合作 极建外兵总统表情凝重 毕竟民进党九合一选举空前惨败 据了解开票当晚 蔡英文紧急把赖清德 行政院长苏贞昌 立法院长游锡坤 立院党团总召柯建民等 党政要角较进官邸 讨论是否该辞党主席 其中一派主张请辞负责 另一派则担心换党主席 带来动荡 不要再讲所谓谁要负责任 总统已经 持党主席的就目前负责任 英系立委低调不愿多谈 但党主席不选 恐怕再先派系角力 30号中常会预计推举 英系高雄市长陈其迈 当代理党主席 至于新任党主席人选 英系苏家全 清英色彩明显的新潮流 郑文灿 郑国会林家龙等人 都被点名 备战2024的赖清德 为了避免球员兼裁判 接党主席 机会不大 但传出赖阵营 会派出屏东县长 潘孟安 拍戏之间 用互相协调的方式 然后协调出一个共识 希望赖清德出面协调 毕竟极可能成为 绿营新贡主的他 问鼎2024布局已久 为了避免2020蔡赖之争 重新上演 党主席卡位战 赖阵营绝对不会缺席 各种的声音 赖清德都必须要 在这个时间点 做深度的思考 眼看赖清德势力 定于一尊 蔡英文未留苏贞昌 被视为防波角低步 不过随蔡英文 此党主席 后续补选 党内派系 权斗大系 才正要上演 借全新张上演 台北通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